你会吃什么 三文鱼沙拉自己闻得减肥 而且我梦得非常清楚 那个三文鱼的质感非常肥 肖战和杨子真不愧是天选cp 有时候两人的巧合真的可以用玄学来显示 战哥姊妹顶峰相识相遇 在合作余生请多指教之后 他们俩互相吸引 不管是用同一个表情包 还是在公共场合唱同一首歌 都让人越来越上头 虽然战哥喜欢的是红色 但身为天秤座的她 守护色竟然是紫色 跟子妹的幸运色不模而合 不仅如此连续两次 获得微博King和Queen的称号的战哥和姊妹 就像命中注定一样 双顶流人气和实力 让他们俩并肩作战 不管是剧中还是现实 肖战和杨子都像是偶像剧中的男女主角 颜值身高非常匹配 身为亚太最帅偶像的肖战 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原则 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 最喜欢的人会给予无条件的温柔 余生拍摄期间 发生在天台的故事 让无数粉丝着迷 不管是互相拍照 还是战哥习惯性上手摸腰动作 都让人心动 有一次休息时间 姊妹将自己的保温水杯递给战哥喝 等肖战喝完水后 姊妹贴心地合上盖子放旁边 妹妹嘴角的笑容都快裂上天了 这些小细节互动才能最打动人心 再来看 战哥和姊妹那些奇妙的缘分也真是不强 还有《斗罗大陆》里面 也有哥哥跟妹妹不少的巧合 一个作为电视剧《唐三》的扮演者战哥 另一个作为手游的代言人 以及小五的配音员姊妹 这冥冥之中的缘分也是没谁了 咱就是说 《斗罗大陆》真的是很有眼光 这也算是余生夫妇另一种方式的铜矿了 而这近三年来 肖战和杨子之间的玄学巧合还远不止于此 从当初拍摄余生小剧场时的望远镜首饰 两人之后在不同场合都不约而同地常常比划 到现在仍然成为了他俩的专属暗号 而战哥和姊妹也是常常地唱同一首歌 甚至是歌单都极其重复 从《水星记》到《我用尽一切奔向你》 李唱出了观众对他们俩的美好祝愿 而哥哥妹妹的缘分也当然不止巧合了 记得当年合作余生前的一个月 两人就曾共同坐一块参加《伪告章语四人晚宴》 那一场就是战哥所说的著名初初初相识场面 最后你们认为肖战杨子般配吗 好了本期视频也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